这对男女才刚认识四个小时 女人就说他们未来将要结婚 所谓女追男阁层杀 男人瞬间愣住了 反问对方为何如此确定 女人坚定地回答他 正是男人自己在他很小的时候告诉给他 原来男人亨利是一个时空旅行者 患有慢性时间错位的罕见基因病 每次发病都会随机穿梭到人生的不同阶段 而且他不能携带任何物品 他的位置是随机的 他有时会突然陷入危险 只能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存活在不同的时空 这一次36岁的亨利看到了他6岁的妻子克莱尔 让他给自己找一套衣服 善良的女孩跑回家 悄悄地拿走了父亲的西装 换上衣服的亨利 第一次出现在克莱尔面前 至少对于女孩来说是第一次 毕竟亨利来自未来 忍不住向他透露了他是时空旅行者的秘密 并说他6天后会再来到这里 让克莱尔提前准备好衣物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还要求女孩准备好笔记本 他会列出他们两人以后相遇的时间点 直到亨利突然消失 他不是很能理解 但他相信这个人有一定的超能力 而他即将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女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4年过去了 20岁的克莱尔在不同时期遇到了亨利152次 他逐渐爱上了这个男人 并期待着成为他妻子的那一天 这一天克莱尔去图书馆找书 不小心发现图书管理员正是亨利 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正续时空的亨利 然而28岁的亨利比时还没有见过克莱尔 但女人能准确说出亨利的全名 他额头上的伤疤 以及准确地说出他左脚的胎记 亨利这才相信他将来会遇到这个女人 于是两人约好晚上共进晚餐 这让相思14年的克莱尔顿时心花怒放 但亨利在赴约前又进行了时空穿梭 这次穿梭回到小时候碰巧遇到了7岁的小亨利 这是小亨利的第一次发病 光着身体穿梭到博物馆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时28岁的亨利给了他一件衣服 向他详细讲解了穿越时空的规则 并给了他一些生存技能 以便在未来无数次的穿梭中幸存下来 随着俩人一阵反胃 分别又穿越回了各自的正续时空 亨利刚好砸上一对小情侣 抢走了男人的西装和鲜花 终于匆匆赶上了与克雷尔的赴约 克雷尔递给他一本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们152次相遇 亨利很是吃惊 未来的自己竟会与眼前的女人相遇这么多次 在冥冥中亨利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孩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两人相约回家有好交流 浪漫的男人也点燃烛光 女孩也难以忍受内心的激动 现在相遇的亨利是最年轻最性感的一款 终于抑制不住自己 但很快克雷尔从浴室的抽屉里发现了其他女人的衣服 瞬间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心中除了愤怒就是极度 他没想到自己迷恋14年的男人竟会如此花心 亨利不得不解释他现在还有个现任女友 这段话让克雷尔更加恼火 头也不回地来到酒吧一个人喝闷酒 这时桌上出现自己刚丢的一只高跟鞋 原来他遇到了36岁的亨利 他刚刚从14年前穿梭过来 与此同时28岁的亨利也在酒吧门外徘徊 看着他与28岁的亨利相比 克雷尔感叹36岁的亨利是他的理想型 他想知道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 让门外那个男人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然而亨利并没有完全告诉他 时间和空间的穿梭是无情的 他随时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例如他不时看到一滩血 他就知道了自己会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受伤 但他不清楚究竟是在哪个时间和空间 这种对命运的无力感使他迅速成长 只有遇到挚爱之人才能得以成熟稳重起来 36岁的亨利又要消失了 在他消失之前他找到了28岁的亨利 并警告他要时刻警惕着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50岁以上的样子 他害怕每次见血都是预测到自己的死亡 亨利多么希望能和克雷尔一直在一起 但年轻气盛的亨利显然没把老亨利的话放心上 然而在36岁的亨利离开后 28岁的亨利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 在晚上暗向深处出现了一双断脚 而左脚上的草莓胎记说明那人正是亨利 一个8岁的男孩愤怒地对着他的母亲大喊大叫 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将在几个月后死于车祸 他试图告诉母亲真相 希望能防止悲剧发生 但无论他多么努力解释 他的母亲都不愿相信 认为他是为自己的逃课找借口 直达男孩亨利向母亲透露自己是明世空旅行者 可以随意穿梭到人生的不同阶段 可是无法控制时间和地点 且伴随着光屁股和未知的危险 他现在是来自未来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止母亲意外身亡 但母亲却第一次对儿子发了脾气 母亲不知道儿子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亨利总会时空穿越回到8岁那年的圣诞节 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不愿提及的时刻 这一天母亲带着8岁的亨利开车去机场接父亲 外面大雪纷飞 家家户户都张灯结才好不热闹 这一天本应该也是亨利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可母子俩人即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8岁的亨利不断注意到 路上有着各种不同未来的自己 他们是不同的年龄亨利 这些亨利似乎在等待某个时刻的发生 正当母亲在等红灯时 后出一路一阵子刹车 就在铁板飞过的那一刻 8岁的亨利瞬间穿梭到两分钟前躲过了一劫 28岁的亨利熟练地为他穿上衣服 他们只能看着车祸弹无能为力 然后8岁亨利穿回车里 母亲被铁板割断了头 残酷的场景成为亨利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 亨利无数次见证了母亲的死亡 然而无论亨利采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回到28岁亨利的时候 克莱尔还在为前几天的失控而升起 他受不了亨利的吊锅铛 说要远离他 两人在地铁上吵了一路 可亨利告诉他 无论克莱尔如何远离未来 历史都无法改变 为了试图改变亨利口中那既定的未来 克莱尔随即选了一家咖啡馆 可面前上了一杯他没点的拿铁 服务员是绿色的 墙壁上正印着科莫糊 这下克莱尔恍惚了 正因为当他还是6岁时 31岁的亨利就曾经告诉过他 何时会透露他母亲的去世的真相 于是在克莱尔的坚持下 28岁的亨利终于说出了 他母亲时去世的原因 克莱尔也逐渐明白了 这个人内心的痛苦 虽然母亲在他8岁时 已经不幸离世 但作为时空穿越者的好处之一 就是能不断回到过去 去探访当下已经逝去之人 例如亨利偶尔也会回到自己出生前 亲眼目睹父亲向母亲求婚的情景 25岁的亨利看着眼前幸福的母亲 微笑着呆着一点痛苦 已经预测到未来悲剧的他喘不过起来 但母亲从来不知道亨利的真实能力 不过父亲在他16岁那年不幸知道了 这个男人居然回到30年前 看着父亲向彼氏年轻的母亲求婚 这一场景让他既动容又无比感慨 因为他知道母亲将在自己8岁那年车祸身亡 男人亨利是名时空旅行者 可以随意穿梭到自己人生当中的不同阶段 但是是无法控制时间和地点 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 对他越重要的人 亨利就容易穿越到他们所在的时空当中 有时候他也会一名路人身份 遇到自己还在强宝当中 因为他太想念他的母亲 似乎总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亨利 总能回到不同的时间 看到母亲还活着 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相反他让他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那一天的场景 甚至无数次地回到母亲的葬礼时刻 这一天8岁的亨利穿梭回到几个月前 碰巧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28岁的亨利从未来回来 继续向小亨利传授维持生计的本领 小亨利告诉28岁的亨利 他的母亲将在几个月后死于车祸 他想试着阻止这场悲剧 可老亨利无情地说 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一切都只是无用的 哪怕是穿越者都无能为力 就像一分钟后 他会跳下椅子跑到对面 这是无法改变的 8岁的亨利紧紧地抓住椅子 I'm not doing it I'm not 但下一秒8岁的亨利忍不住跳下座位 扑向母亲的怀里 可母亲以为他逃学出来玩 正要怪他 亨利只是反复说对不起 他试图解释未来会发生的悲剧 但妈妈不相信他 听着妈妈喋喋不休 亨利快要崩溃了 忍不住说他是时空旅行者的秘密 I'm a time traveler I've come from the future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really important and if you listen to me it will save your life 可母亲依然认为儿子在胡言乱语 甚至第一次吼了8岁的儿子 而悲伤的8岁亨利 终于明白一切都无法改变 28岁的亨利回到了自己的时空 他带着克莱尔来到图书馆 拿出他珍藏已久的 关于母亲的视频资料 母亲曾经是著名的歌剧演员 他在去世前一周演唱了 录音带里面正在播放的歌剧 亨利突发奇想 如果有办法让过去的母亲 和未来的妻子交流 那该有多浪漫 他问克莱尔如果可能的话 他想问妈妈什么问题 几秒钟后 亨利继续按下录音机的按钮 奇迹发生了 他告诉克莱尔 爱情总有一天会结束 但只要你们相爱了 有了共同的快乐时光 爱情永远不会太晚 事实证明 亨利决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回到母亲的表演之前 告诉他克莱尔今天提出的问题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回答观众的问答环节 只要当下的自己 有意识去实践未来所发生的事 那意味着未来的自己 会帮助当下的自己实施 继而实现过去之人 与当下之人的对话 集队发生了 就已经发生了 这一铁龟完美的诠释 这份浪漫的礼物 让克莱尔热泪盈眶 他又爱上了28岁的亨利 文字幕志愿者 杨利